好 继续还有带你来看 在南部这里 跨年的卡司也很强 请来了南韩女子天团 少女时代的成员校园站台的台南市 金曲跨年夜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要改成是线上直播了 不开放民众入场 这让提早到现场呢 去搭帐篷卡位的校园粉丝 觉得非常傻眼 警方也第一时间到场驱离 同时要告诉您 像是高雄的2021夜跨百光年活动 以及还有一大这些像是嘉义的跨年 统统都改成了线上 至于在屏东这里则是延后举办 南韩女子天团 少女时代成员校园 受邀来台为台南的金曲跨年夜演出 却在准备登台的前一天 台湾出现首例英国变种病毒个案 台南市府12月30号晚间 随即公布改为线上直播 普通舞台外围 有校园粉丝现场搭帐篷卡位 线上直播讯息一出 辖区警方到场劝离 一个个只能无奈收拾整理 因为疫情临时的变动 让他们觉得可惜 我这边也排了蛮久 你几天了 我29号中午就来 由于疫情升温 各县市防疫措施也随之升级 跨年喜欢热闹 喜欢歌星听歌的好朋友 是少了一点实境感 少了一点临场感 但是多了一点安全感 高雄2021跨百光年活动 也在台南宣布后 跟进改为线上转播 并缩小云南升旗典礼规模 升旗仪式改到高雄市议会 另外嘉义市跨年 以及嘉义县阿里山日出音乐会 同样都改为线上举行 而屏东的部分则是延期 寒流来袭加上疫情关系 2020年的最后一天 大家可以窝在家里 同样可以线上跟着倒数 无时差的一起跨年 法时新闻 综合报导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